成大事要具备哪些思维 鬼谷子 本经因福气数 养智法灵规 养智者 心弃之思不打眼 有所欲 自存而思之 智者 欲之实也 成大事必须将一个人心中置愈 想法 化为现实 而古代已沾不使用 规甲最能判断极数 灵规意志坚强 灵性够 人欲望过多心力分散 意志薄弱 因此成大事必须效法灵规 成大事者必须意志坚定 不能随意动摇 如果耳根子很软 那就难成大事 人要专注才能卓越 卓越才能超越 谈到了养智法灵规 灵规性情稳定 有高智慧 具有很强的意志 才能以经智动 以阴智阳 鬼谷子说智者欲之实也 智相是一个人欲望的表现 更是强调智不养则心其不顾 心其不顾则思虑不达 思虑不达则智义不实 智义不实则应对不猛 如果不让自己具备坚强的意志 就会心气固定不下来 那么思考就不能达到精纯 B sait吗?